在视频还没有开始前呢 有个重要事情给他说一下 不是所有朋友留言 问我直播在哪里看吗 现在呢 大家只要给视频点个赞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说干众网公众号 阿萨社区回复黄金群进群 就可以在群里面听我的直播了 每天下午open和晚上的美盘呢 都会通过直播 帮大家梳理最新的策略机会 那么一起撞钱 大家好 我是远强老师 那么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一 星期一的话呢 数据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数据啊 那么可以看到周一的数据的话呢 就是几颗三颗星的啊 影响不大 那么那个在上周的行情当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周的话呢 黄金我们思路是往空的方面去布局 大致呢 上周的目标说跌到那个66附近嘛 然后最终的话呢 它是跌到了56这位置 下跌幅度呢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行间方向呢 还是往空的方面再走啊 今天早上呢 有个突然的拉伸嘛 那这个拉伸的话呢 改变了这个直接下跌节奏 那看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要反弹之后 再寻求高位空的机会 好 我们等我再聊一下 聊黄金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欧元吧 欧元的话呢 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呢 确实出现了一些 大跌 这个大跌呢 刚好跌到布林在下跌 然后跌到布林在下跌之后呢 目前阳线开始往上反弹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这种情况之下 能不能长起来 低度怎么样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小时级别 在欧元的一小时级别当中 欧元一小时级别嘛 上方高点 1.094 下方低点呢 大致是在 1.08这位置 那能不能长起来呢 就要看他能不能突破 上涨阻力位 画个飞波嘛 我们这个时候呢 其实会画个飞波 画个飞波的话呢 主要是测量 他的上涨阻力位在哪里 在欧元的一小时级别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他上涨组 大致是在 1.083 或说 1.084 所以欧元 目前的节奏 EUR 欧元一小时级别 他现在怎么样呢 大跌有了 大跌之后 能不能反弹呢 就看他能不能突破 1.084 这个压制 这个 1.084的位置呢 是飞波 23.6嘛 或说 37.2 73.2 79.4 也就是飞波 23.6 加7.4呢 叫做强压力位 也就是 目前反弹可以 没问题 他如果不突破这位置呢 就会继续走震荡 如果突破这位置了 那就叫做 突破上涨阻力位 就会形成比较明显上涨 所以呢 欧元呢 现在最主要的就看 他的破位效果 会怎么样 突破1.083之后呢 突破1.083 1.084之后呢 顺势抗场 涨到飞波 61.8 跟那个 7.4的位置 大概呢 就是在 1.089 这个点位附近 所以欧元的话呢 顺势往上啊 可以往多多方面前考虑一下 然后那个 傲元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不过傲元的话呢 这个就已经突破了 他这个已经很明显突破了 我们可以看到 傲元的话呢 他上方高点 大致是在 0.663 这位置 下方低点的话呢 在0.651 对吧 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颈线位 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可以看到 傲元的话呢 他其实已经突破了 这个颈线位的压制 所以呢 可以发现 傲元这个产品嘛 傲元 AUD嘛 对不对 AUD 那么这个是 一小时级别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可以发现 双底呢 已经形成 其实这地方的双底啊 跟前面这个差不了多少 前面的话呢 不也是属于 两个底部嘛 双底形成 突破颈线 强势拉伸 然后这里也是 双底形成 突破颈线位 强势拉伸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先看涨至 0.657 这种位置 目前的话呢 是在 0.654 附近 然后顺势看涨 0.658 0.664 这个位置 在没有跌破下方 低点的支撑 0.651之前的话呢 上冷节奏 是不变的啊 所以傲元的话呢 还是可以往多多方面 继续去布局 除非说你跌破 这个下方的支撑呢 那么来重点看一下 黄金 黄金怎么样呢 这黄金的话呢 你可以观察一下 它的那个日线级别吧 日线级别的话呢 大家可以发现 它其实开始偏震荡了 为什么说偏震荡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一天创历史新高之后呢 后面两个阴线下跌 阴线下跌呢 并没有跌破下方支撑 那今天的话呢 小阳线反弹 那就可以发现 它的走势呢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 什么突然性的暴跌 或者持续暴跌 就不是像前面那种嘛 不是像前面那种持续上涨 而是开始高位调整 高位调整 下跌 反弹回落 反弹回落 进行调整 然后这个上个礼拜 有那么大行情呢 主要也是有数据 上个礼拜的话呢 有美联储的利益决议 有日本亚核的利益决议 反正各种利益决议嘛 就在上礼拜发生了 那本周的话呢 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既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那就很难打破历史新高 可以下方支撑 对吧 好 这个热线级别 我们看四小时 四小时当中也是一样的嘛 下跌之后呢 开始一个短线拉伸 一小时级别当中 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一小时级别呢 其实可以画一个通道嘛 这样的 对吧 三十分图吧 用三十分图看得更清楚一点 三十分图当中 高点高点相连 那就是一个下跌压力线 再加上这个位置 那就可以形成一个 下跌趋势线了 然后下方的话呢 这个走势也很明显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这样的话呢 五个点就成立了嘛 五个点成立的话 就代表了这个通道 它是有效的 一二三四五 然后目前的话呢 是有所突破 那既然是有所突破的话呢 就要看它突破到零位置 就反弹到零位置 一般会反弹到零位置的 一般来说 第一个反弹到 这个通道的高点 大概是在 二一八六这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就反弹到 之前它形成的 这个走势的高位 走势的这个 重要的点位附近 如果按照这个点位来说的话呢 大致是在 二一九七 二一九七附近 也就是说 按照目前的行情呢 大家可以看到 黄金 黄金三十分图当中 它现在出现什么走势呢 它现在其实就是 前面高位 下跌中 横盘继续跌 横盘继续跌 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目前的话呢 它属于反弹阶段 反弹的话呢 就是高位空 位空的这种机会 所以黄金的话呢 主要是看哪个位置 高位空 它不是做不做空的问题 它是什么点位去做空的问题 是二一八六 还是二一七九 这个问题了 目前来说 行情反弹的话呢 这个节奏还在持续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要稳健点 那么应该就是在 二一八六附近去接空 你要积极点的话呢 现在这个位置嘛 也形成什么 三根场上影线呢 那你想积极点 就直接空嘛 对不对 所以说在目前 这个节奏当中啊 行情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黄金呢 可以继续往空的方面 去布局 OK 然后这个空的布局啊 具体点位呢 会实时跟大家去跟踪 那如果有好的 具体点位的话呢 会在黄金群 跟大家去 实时把握 大家可以扫下 屏幕团众安码 或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物黄金群 这样的话呢 就一起去抓好这个机会 对 反正这个黄金呢 就是尽量呢 人家都涨起来了嘛 都涨到这个位置了 都反而到这个位置了 都反而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你再去追多 性价比不高嘛 你还不如等它高位空 这样的机会呢 还OK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油的走势 那原油的话呢 在目前行情当中啊 热线级别呢 我们可以发现 经过这个下跌之后啊 开始出现阳线反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有点止跌的效果了 这热线级别嘛 再看一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当中 我们也发现 行情下跌之后呢 它并不是像前面这种 快速往上拉伸 而出现了一个 寒盘走势 说明震荡的概率呢 开始偏大 当然在四小时级别当中呢 在这个四小时级别当中啊 也可以画条水平线过来 它那个左边这里啊 有个盘整区域 那右边在这盘整的话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属于有支撑嘛 遇到支撑 进入调整阶段 然后再看一小时级别 在一小时段中 大家可以发现原油呢 它那个下跌通道啊 下跌趋势线呢 这个还是蛮明显的 就可以看到 上方这两个高点相连接之后呢 那基本上 在没有突破之前 都属于下跌的一个走势 对吧 在上周的时候呢 突破了一次 然后现在早上呢 也突破了一次 因此呢 这个节奏呢 就很明确了 它在这个行情当中啊 形成一个很明显的 上方有压力 下方有支撑的 这种通道走势 那通道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的点位 大概是81.8 下方的话呢 大概是80.7 这个位置嘛 80.7 这个通道呢 能维持多久 这目前有个确定 所以呢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行情就原油啊 在没有出现 单边行情之前 我们可以继续 围着这通道 去波动 反弹之后呢 高位接空 跌下来 底位遇到支撑 再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之后呢 再去接空 因为这个原油啊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高位 下跌过程当中的盘振 所以呢 我们一般认为 下跌概率 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 下跌之后 调整继续跌 调整继续跌 这样的一个走势嘛 对不对 因此呢 在目前这个行情当中 航盘之后 继续跌的概率 是比较大 所以呢 反弹到上方压力位 比如说81.8 或者81.7 这位置呢 可以去布局空单 所以总的来说呢 大家可以发现 黄金 原油 欧元 澳元的话呢 今天的机会啊 都会有 但它不是现价的机会嘛 还是要等待一下 那到底是哪个点位 比较适合去布局呢 等下到欧盘或美盘的时候呢 才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信号 那这样的话呢 欢迎大家 实时关注这行情走势咯 对不对 如果有空的朋友 可以晚上来听一下我们直播 我们晚上再见